最近很多人問我怎樣可以認識女朋友男朋友 或者直播的時候inbox 都說怎樣可以除了在同學同事 或者在家有app之外怎樣認識別人 因為自己的生活圈子很窄 但是不想在網上認識別人 其實我想了很久才拍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我這樣認識到 或者我身邊的朋友這樣認識到 不等於你也會這樣認識到 因為每天的制約不同 但是我儘管說一下 我覺得有幾個我也挺經常聽到 或者我自己也試過這樣認識男朋友的方法 讓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個方法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跑步的習慣 我試過有一次在里景灣 太古城附近跑步 跑了一下我的腳就突然抽筋 然後我就坐在那裡 因為整個樣子抽筋抽到很扭曲 經過都會知道我抽筋 然後就有個男生 他就問我是不是抽筋 然後他就做了一個我覺得很誇張的動作 他就脫了我的鞋 然後我有穿襪 他就幫我捏我的腳底 然後很順利成章 交換電話 然後出去吃飯看電影 這個是真人真事來的 真的發生在我身上的 都不是很久之前的 我知道真的不是很多男生可以做到 因為真的要很後面皮 說真的 但是這個動作真的令到很難忘 就算這個男生的外形 甚至我連他職業的時候都不知道他做什麼 我都馬上給了他一個電話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是很有風度的 而且我很欣賞他很有這個肌 就算你說他的Purpose是打算認識我的 但是我也覺得這個電話或者這個男生 真的值得認識 所以我就鼓勵男生可以多出去運動 不要經常留在家裡 當你出去接觸多些人的時候 你才有這些機會可以認識女生 第二個場合就是當你去洗車的時候 例如九龍城或者是一些洗車的地方 你洗車時是要等的 通常都不會只有你這樣等 就會是一輛一輛車這樣排在那裡等 在你等的時間 通常人都會站在街上 因為你的車子正在洗 這時候我試過 通常都會跟附近的人聊天 打吵架 我覺得在這些情況都是容易認識異性的 我也試過因為這樣認識了一個男生 這個男生都在我的影片中出現過 你們猜猜是誰 剛剛說了跑步和洗車 第三個就是每一個人都會很容易做到的 就是坐地鐵 我知道很多男生在地鐵都會看到 你們看得上眼的女生 其實我都不用介意 不要只有看 你們可以真的問他拿電話 或者試試跟他聊天 我知道這個搭散在香港是很難的 可能對於香港男生來說很難 但是我和我的朋友都試過 因為人家的搭散而認識了人 之後還出來見面 吃飯 搭散這件事其實在外國是很普遍的 不過你們可能怕沒面 怕女生拒絕你 或者怕樣子衰 怕旁邊的人看到 如果你這麼怕的話 就不要認識女生 你又要認識女生 又怕沒面 那你想怎樣呢 是不是想女生自己黏起來呢 我覺得做男生大膽一點 我覺得香港的地鐵都很容易認識女生 可能不是每一次這麼適合 這個女生都是有用的 但是你只要再回答幾次 總會有女生跟你交換電話 第四個就是 我相信大家都猜到的 就是放狗 你也知道我是宿米仔 我每天都帶你到街上 在你到街的一段時間 其實會有很多狗主都這樣放狗 而且大家都住在附近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途徑去認識別人 而且放過認識女生有好處 可以從序漸進 你今天可以跟他認識個hi 明天可以問他小小事 然後我就可以聊聊天 可以慢慢地去 每天見到他 重複見到一個人 我覺得對一些比較容易拍照的男生 其實是不錯的 假設如果你都沒有以上的嗜好 你又不喜歡做運動 又不喜歡放狗 又不喜歡開車到處去的話 最後這個我就不知道剛剛來了 我也是自己親身試過 在這些場合裡認識到一個男生 就是去一些講座和一些talk 整個hore裡面有人坐在那裡 我也試過因為坐在旁邊的男生 跟我聊聊天 然後大家交換了電話 聽起來好像很義氣 但其實認識女生就是這麼簡單 不用想太複雜 很多時候我跟人交換電話 對方或者我自己 都不會過問 你有男朋友嗎?結婚了嗎? 不會的 大家其實 一開始交換電話的時候 都是一個很初步 可能是想著之後再聊聊天 就不用想得那麼複雜 不用一下子就跳到去要拍拖 結婚三仔 這個talk的好處跟放狗跑步一樣 就是大家都會有些共同話題 好像那時候我去那個talk 是說 我覺得是說睡星 就是他說那些鬼盗 那些鬼積的睡星怎麼走 為什麼不會撞到地球 或者不會亂撞 而那個男生 其實就是那個講者的朋友 他來支持他場 他其實是這一方面的expert 所以當我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又會覺得 很好啊 你又認識那麼多 我自己又對這方面有興趣 所以不需要去介意 就是不需要害怕 其實說來講去 我剛才說的那些場合 只是給大家做參考 其實有千千萬萬的場合 是可以認識到女生的 也不需要怕被人拒絕 不用那麼怕被人拒絕 就算那個女生不理你黑面 或者不理你 那又怎樣 我覺得這樣又怎樣 那你就再去 有機會的時候 就再認識下一個 所以不用再問我怎樣認識女生 或者不用問愛錢男朋友怎樣認識 每一個男朋友其實都真的不同 我都很少是同事或者同學 這樣認識回來 因為我自己覺得 做事就不應該拍拖 的 上學的時候 我更加不會想這些拍拖 的事情 我很多時候都是 真的是隨緣的 會制如你 放下狗 或者你洗過車 或者你跑過步 就不知不覺 你認識一些異性 然後再慢慢交往 你到時候就會找到你自己的男女朋友 不需要每次想到 一去問電話那一刻 就要想到 這個女生是否一定可以跟我拍拖 一定可以做到我女朋友 那我才會做 沒有東西是guarantee的 所以我覺得我心態一定要調整一下 真的不要那麼害怕被人拒絕 或者你可以嘗試想像一下 你被人拒絕了 那又怎樣 你又不會笑一條毛 沒有人會記得你的 那個女生都不會再記得你的 所以不用下舞面 如果你真的想認識女生 就積極一點 越大膽的男生 就越多桃花 你記得這句話 那就夠僵式女生了